开开他的皮肤像玩具一样白弄 包子今天带来西班牙电影《伊娃》 时隔16年汉克回到了家乡 这里有机器人研究中心 还有很多机器人学校 此次回来是受到校长的邀请 汉克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超访真机器人的项目 当时因为一些事情和研究伙伴不欢而散 但校长记住了这个有才华的人 将最重要的项目交给了他 那就是研究机器人的情感智能软件 让机器人更像人 但汉克对校长提供机器人研制模型不太满意 这些小孩都太无趣了 于是他开始在街上在学校里寻找有趣的灵魂 这天汉克注意到了一个倒立行走的女孩 女孩主动和他打招呼 还说自己叫伊娃 简单聊了几句 伊娃就给汉克取了个外号叫做变态 汉克觉得这个女孩实在太有趣了 便邀请她参与机器人实验 自然是遭到了伊娃的拒绝 到了晚上汉克受到了好友的聚餐邀请 而他的老婆琼斯正是自己的初恋女友 昔日的研究伙伴 昔日的初恋女友成了好朋友的老婆 场面着实有些尴尬 然而就在此时伊娃出现了 没想到他居然是好友和琼斯的孩子 这让汉克吃了一惊 第二天早上汉克被一阵声音吵醒 出门一看 伊娃正拿着石头朝他家的窗户扔去 原来伊娃得知汉克是妈妈的朋友 愿意参与机器人实验 于是汉克开始以伊娃为原型 为机器人开发智能情感软件 但当琼斯知道后 马上阻止了汉克的行为 他不希望伊娃再接触机器人 可伊娃不愿意半途而废 他坐在汉克的车上 他以父母之间的故事做交换 换来汉克的信任后 汉克继续了实验 但实验不太顺利 安装了情感软件的机器人 忽然大福气 汉克差点受了伤 情绪郁闷的他来到了学校舞会 遇到了琼斯后 他想起伊娃曾经说过 爸爸妈妈分开住 感情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好 于是汉克一激动 强行亲了琼斯 但被好友看到后 他立马挨了一顿揍 此时三人的关系是更加的尴尬了 无奈汉克只能离开这个地方 临走前他和伊娃道别 伊娃不愿意让他走 还说自己会撒谎 说爸爸妈妈感情不好 是为了让汉克听了能开心 言语里尽是挽留 汉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 琼斯找着门来 说出了关于伊娃的真相 原来伊娃是汉克和琼斯创造出来的 当初汉克不辞而别 琼斯则继续了机器人实验 最终制造出了伊娃 此时伊娃正在窗户外偷听 从唇语中知道真相后 他情绪激动地离开 琼斯看到后追了上去 打开仪器查找他的位置 当他发现伊娃倒在地上时 他赶忙划开了伊娃的后背 发平之后像是摆弄玩具一样 熟练地更换生物装置 最终将伊娃救了回来 醒来后的伊娃已就情绪激动 不愿意听琼斯的解释 还失手将他推下了悬崖 目睹琼斯掉下悬崖后 伊娃马上跑到了汉克的家里 但并没有告诉他琼斯的下落 直到汉克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琼斯强救无效后死亡 校长告诉汉克 伊娃并没有通过安全测试 是琼斯坚持要将他留下来 这是个十分错误的决定 既然琼斯去世了 伊娃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虽然伊娃向汉克请求 让他把自己改造成好女孩 但当机器人有了人的情感 当机器人无限相似于人类 他的心思将会变得比人性更复杂 汉克无奈之下 只能发出销毁指令 销毁了所有记忆 只留下了一片美好的幻想 汉克和琼斯带着伊娃在海滩嬉戏 这是汉克能创造的 仅有的美好回忆 人类企图创造 具有和人类一样情感情绪的 超访真机器人 来满足各种的需求和欲望 但人类时常连自己的情感情绪 都认不清 这何尝不是一个 关乎伦理道德的深刻话题 好了 今天的公众